好,另外议会的消息来看到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在6号的上午是进行花莲青年住宅的进行考察行程 并且听取了管委会对于SGS提出的相关缺失 那么跟县政府建设处是进行双向的沟通 并且希望缩短报修的程序 建设小组在召集人林元傅、议员郑宝秀、邱光明、迪布斯议员 6号上午是来到了新城乡的青年住宅 与社区管委会对于SGS检查过程所发现的缺失 与建设处进行双向的沟通 管理委员会青年住宅 这个祥列总共有一千多个小缺失 那重大缺失将近有差不多二三十样 但每栋住户都有一样的问题 比如说天花板漏水 这是店面 店面有好几家是这样 那一楼也有很多店面 它的这个马桶 粪管 它没有使用 但那粪水却一流满出来 的等等问题 但管理委员会 还有县政府 要厘清是否是在业者的保固范围内 那县政府有的是说 可能是住户那可能也有住户的使用的问题 谷风机 污水谷风机要制造胚菌 除臭 那这个谷风机的噪音的问题 这是每栋面临的问题 顶楼 水塔的加压马达 也是这个半夜持续的在运转 那炒的这个顶楼五楼六楼的人 没办法入税 入税 那等等问题是要太多了 那也希望 这个这个 也有消防的问题 那今天管理委员会 他一直跟县政府反应 可是这个处理解决的问题速度太慢 甚至于大部分都是水电水管电机的问题 也就是说都是水电问题 那可是这个管理委员会通报到县政府 县政府通知厂商 可是厂商处理解决的速度太慢 太慢 青年住宅共有809户 而目前已有200多户进住 在缺失的报修过程当中 住户以及管委会认为 时间上太久 是否能够缩短报修的程序时间 才能够解决住户在水电设施上的困扰 那我们入住都还不到一年 那很多问题希望县政府 来帮我们一一的来解决 因为我们有透过这个管理委员来反应 那都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应 那今天很感谢 花林县议会的这个建设小组 还有很多议员来这边给我们关心 那县政府这个建设处也有直接的回应说 他们一定会 保护我们这个住户的权益 来一个一个来修缮这样子 也很感谢县政府有正面的回应 缺失蛮多的 所以我们站在建设小组的立场 我觉得我们县政府应该 应该要非常积极的来帮 这个青年住宅的一些缺失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水不通的问题 因为一直以来 已经是做民管了还这么严重 我觉得县政府应该要有所作为 才会是县政府盖这个青年住宅的美意 再来就是这个当时因为我有建议说不要做这个游泳池 那是做像清水公园这样子就好了 有水 可是现在游泳池还是摆放在那边 周边的一些设施都没有好 然后现在目前青年住宅 当时我有特别特别 青年住宅的电会不会够不够 那现在目前只有将近200户进驻 但是也常常在跳电 这个都是我们县政府应该要积极去 去了解跟帮忙改善的地方 广委会也提出相当多带解决的问题 马达声音 店面漏水 污水系统阻塞等等 建设处长也表示 这些都必须做厘清 是否在保固的时间内 原则上都会先了解设施的问题 并且也会与水电的承包厂商进行沟通 在维修上是否能够增加人员的投入 以解决住户的问题 记者凌杰新城乡采访报道